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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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邱部長 邱部長請 文員好 部長 這一陣子我發現你們 衛福部的螺絲有一些鬆掉了 你要加緊的管理 我有兩件陳情案 我現在一一的向部長來說明 第一個 我打了好幾次電話給部長的一個問題 就是鼠立嘉義醫院的問題 他合約跟人家訂的 沒有說拆帳的問題 廠商一訂就訂十年 廠商三年拿不到一毛錢 到底你們這個鼠立院是怎麼樣監督的 你們醫管會過年前 這個執行長呢 退休 現在又來了一位新的執行長 可是在這個中間呢 幾乎看不到你們處理的狀況 你看 你們新的鼠立院院長 曾經協調會的時候 他答應說馬上處理 結果呢 百般的刁難 說電腦算錯了 什麼 延期 那個仲裁會議呢 又把人家延期 延期第二次出席的又是那些助理律師 根本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第三次廠商又說 人家廠商一領什麼二十萬 你這些合約裡頭 根本沒有跟人家訂訂這個 什麼成本拆帳啦 那個沒有訂的話 你怎麼樣跟人家算這個東西 還有 我曾經協調會說 你們應該在新的年度 要趕快去補救那些 沒有訂好的這個合約 再重新寫一次 人家也願意了 結果你們到現在還在扯浪屋 一毛錢都不給 三年一毛錢都不給 到底是怎麼樣 我這個我已經請執行長去深入了解 我協調的事情 我絕對會把它追出來 你們不要以為說協調會完了 我每一個部會的協調會 我都是在追蹤的 對 我了解 了解陳委員 我想這個我們會 一定會詳細的再追查下去 那我請執行長 難道你這個院長沒有行政待度嗎 今天院長 你是院長是吧 許院長 你們真的是太 太沒有守我們協調會的結果 還有你們再次的延大 到底原因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上任以後 就是我 不只是跟我們家醫院 那 我知道啦 你今天你上次你前兩天也過來啦 是 你不用在這裡 別浪費我時間 我這邊還有一個案子要處理 我就請家醫院 我想我想 部長 你要跟我承諾 現在院長在這裡 你們兩位親自承諾 到底這個事情要人家延宕多少 我去年協調的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了 都沒有進展 而且一再的人家延宕 等一下算賬算一算說 人家欠你多少 欠人家一千多萬耶 你叫人家廠商怎麼辦 部長 部長 我想那個我請院長 好了 謝謝委員的關心 這個案子是從97年開始 那我到任之前 97年到100年 你們人家都有給 那個時候 問題是100年以後你們沒有給嘛 我跟那個委員報告 他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已經給錢的部分 那部分經過詳細追查 我們當時 因為沒有 當年的人沒有估算到健保點值 也沒有估算到 那你們合約根本沒有講這個東西啊 我看來你們合約啊 所以就是完全是你們 那個 那個嘉義屬立院的錯誤啦 現在已經在仲裁當中了 就走法律程序了 我們就 你仲裁你也不出席啊 不是 仲裁我們全權委託 你一切的延宕啊 因為仲裁協會已經去仲裁 你不要講啦 你不要講 我跟你講 你這個東西你用書面的給我 完全就是在你一個人的身上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在那時候去之前 前面的院長已經把它凍結了 我要部長承諾 你這個事情要多久給我 好 我想他 我一直在追蹤啦 他3月14號 不是啦 什麼時候可以 你現在已經延大了三四個月 什麼時候可以處理完嘛 這個有這麼困難嗎 仲裁 不是啦 你剛剛承諾是吧 不是啦 我是等待3月14號的仲裁啦 仲裁完了 我一定給那個陳委員 你們仲裁一再的跟人家耍把戲嘛 出其他的招 院長都不出席 交一些無關檢料的 人家仲裁沒有辦法開啊 3月14號要處理好是吧 院長 部長 要召開那個仲裁 我會請那個 那仲裁以後呢 還要延宕多久 我們會努力 因為仲裁協會 一定要給我一個時間 你說你會努力 努力到什麼 還要半年還要一年是吧 還要三年喔 因為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我們部立院 就是部也沒有幫忙 你這個仲裁已經延宕很久了啦 仲裁之後呢 兩個禮拜一個月可以好嗎 只要仲裁的結果 能夠有最後的結果 我們一個月內幫這個事情 把它全部處理完 一個月 一個月沒有的話你要走路喔 我跟你講 我們一個月把它弄好 部長你要承諾喔 他說一個月 好 過來 仲裁完 好 那個你們下去 現在還有一個第二個案子 你們的地方政府 你們中央管不了地方政府 真的是非常的可悲 本人在所有的抗爭的機構的設立 我沒有一項沒有解決的 不是在台北市的 還有在新莊的 你現在康復之家 這些精神障礙者 他們沒有攻擊力 為什麼不發展社區呢 而且你看 你們現在社區的服務 剩下只有屏東跟基隆沒有耶 這不是歧視 這叫做什麼 這地方政府 而且把我協調會的 一些結論 告訴當地的里長 你們基隆市政府的衛生局 這麼可惡 部長 這件事情要怎麼處理 人家 業者已經 花了三年的租金 花了一千多萬 要做社區服務 到現在 你們不發給 什麼都合國了 不發給人家使用執照 那怎麼辦 好 這個社區跟居家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方向 我想康復之家的事情 我請陳市長來說明 部長不曉得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還有跟我講過 不過我想那個 我也會追到底啦 你們根本沒有能力去管地方政府 那你這個社區的這個照顧 怎麼去發展呢 是 謝謝委員的關心 那這部分我們是有請衛生局 還有我們的 新口試代表去跟 應該是上禮拜有開會 那我們希望說 金融市衛生局能夠開會 他還在社區掛我的名字咧 議員 請里長全部把我們 煽動那些居民反對 說我去做一個 做這個協調會的結果 你們現在準備要怎麼處理 我們會繼續獨導 金融市的衛生局 請他 因為各個縣市都有設 康復之間 金融市衛生局 本身就是 就是使作用者嘛 你們要怎麼處理 繼續獨導 難道這個都沒有法可以管嗎 部長 你們管地方 地方的話 人家現在民間團體 已經把房子租好了 設備全部弄好了 會堪也會堪 應該是沒有問題 他就是不發這個使用執照 就是因為地方有一些反對 然後就是 反對要協調 他們也沒有盡這個責任 我們請衛生局 要繼續協調 你看 基隆跟屏東 是最後 最後兩個縣市都沒有一個 康復之家的社區 照顧設施 這我們請 我們繼續努力 請衛生局一定要設置 謝謝 我不管特殊學校 一瘦的這個康復之家 還有這個智障的這個團體 家屋 我們一一的從北到南 都解決啦 難道 基隆市政府 他不但他的社會福利做得那麼差 還在刁難 還在把 把所有的協調的公文 全部給那個議員跟里長 這叫做你們的 你們的體系 這樣子做嗎 我覺得這個 你們要去追究責任啦 有沒有辦法 中央有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好我想我們這個一定在深入 同時也 這個我也是會繼續追啦 好 我覺得這個非常可惜 人家已經 花了一千多萬的租金 然後呢 什麼都設備好了 他就是不花給人家使用執照 好 我們一定會追查到底 好還有你們長照 口口聲聲在外面的媒體說 只有剩下七條 這怎麼算的 我的十二條都不算啦 啊 部長 請那個 那有十二條耶 其實總共是二十七條耶 對 是院版 我們對委員的那個條文都非常重視 我們有中整 院版是七條 吳一臻委員的公聽會 王毅民委員的這個國事論壇 全部講七條 對 應該是要講院版保留七條 是院版的部分 你們講的都是院版 人家別的委員的議題 還有委員其他的議題 我們有中整 那大概議題中整起來 你要花這個新聞稿 你要花的準確一點啊 我們下次一定注意 忽視委員的提案嘛 對不對 不會不會 我們非常多 我們下次一定注意 那長照服務的那個 場地的取得 參加長照服務對不對 你們這些沒有解決的話 怎麼做協調 是 長照金會如何籌策 部長 部長 場地如何取得 政府的責任確定 還有外籍看護的問題 這四個問題如果沒有 趕快去處理 我看你長照 要協商 這個就卡住了啦 我想那個經費的問題 那麼各位委員 你們要趕快 公有土地的問題 趕快去協調啦 部長 這個也在跟財產署 在協調 還有財源啊 奢侈稅啦 恩娟啦 哪一個到底哪一個 要來做長照的經費 這個要確定啊 營業稅 還有預算編列 部長 你如果要 這個長照服務法要過的話 你這些必須要去處理 好不好 一定 謝謝 謝謝我們陳委員 我們請齊少平委員